这边是扎曲河,然后那条河是昂曲河,两条河汇河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蓝沧江了。 近日,第二届蓝莓映像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即蓝莓映像媒体采风活动,在西藏自治区拉萨举行。 11月18号,采风团一行抵达蓝沧江起源地昌都市。 巴琼从小在蓝沧江边长大,其作品《马路情缘》荣获第二届蓝莓映像短视频大赛一等奖。 巴琼介绍,昌都在藏语中的意思是水汇河口处。 随着中国加大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蓝莓合作机制启动,他亲眼见证了蓝沧江的变化。 在我想当中,昌都的水是变得越来越轻,然后这边的生态也好,环境也好,也是在日益的增强。 这边的群众对那种环保的意识和这种对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然后这边的水更轻,山更绿,然后景更美。 泰国记者协会副会长、曼谷邮报新闻编辑阿努查扎伦坡是第一次来到西藏。 中国对于蓝莓犹豫源头的保护工作令他感到惊叹。 我认为你的山上有什么样的保护。 他们建立了一些保护的土壤,保护的土壤,保护的土壤从土壤到土壤。 我认为那些保护和你的民族努力努力努力保护的环境和社会。 我认为那些人住在这里必须有幸福的生活,因为他们能够生活在河中。 昌都市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501万公顷,位列全区第二,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当地政府立下的山腰披律衣,山脚穿绿靴的长期目标,为蓝沧江清澈的源头活水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边的环境给我非常震撼,人文资源,包括这些环境保护得很好。 现在我就站在蓝沧江的源头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河水非常的清,当地人民以及当地的政府将其保护得非常好。 首先其实这个湖水看上去肉眼就非常的干净,我也知道当地政府做了很多的生态保护的工作。 正因为这里是蓝沧江的上游地区嘛,其实它也是说是一个非常值得保护的一个区域。 我今天来到蓝沧江最大的感受就是滋留汇成大河,就像我们蓝梅六国大家会合在一起,一起努力才能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蓝梅合作启动八年多来,持续推动流域国家的交流合作。 中国新闻社发起蓝梅印象短视频大赛,以丰富多彩的视频作品增进流域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 以形式多样的媒体活动密切流域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让蓝梅合作的理念和实践深入人心。 The impression of the short video contest project is a starting point to gain participation from people in GMS countrie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the beauty of the nature that we have and trying to help keep and to help preserve the beauty of the nature that we have in the region. 各个国家的友人,然后相聚在我们这个蓝梅、蓝苍江的一个源头, 然后我们共同诉说着蓝苍江的故事,然后传递好蓝苍江的一些声音, 然后将这个未来更好的保护好蓝苍江流域的发展。 本次采风活动,共有来自泰国、越南、柬埔寨等蓝梅国家媒体代表聚集在雪域高原, 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以视频方式展现蓝梅合作的活力与变迁, 为构建蓝梅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我们这个六个国家要对维护好这一个水系,要做出共同的一个努力, 然后我们共同将这片水域维护好,然后成为我们六个国家, 无论是经济,然后人文,然后还是生活交流的一个良好的纽带。